各位好 今天1月14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 林黛 昨天我做了一个预测 然后看来还是挺准的 如果没看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个视频 怎么说呢 应该不会太有什么没有什么大的差错 其实这个东西你如果对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然后你观察一下台湾的政治生态 就完全能够得出这样的预测 这不是什么一个非常牛逼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 作为一个记者出身的人 这应该是一种判断 这种判断力是一个常识 那当然这可以是 这算我吹个牛逼吧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 对吧 毕竟准了嘛 那既然那个准了呢 我想再跟大家再说一个预测 就是四年之后呢 很有可能民进党会下台 至于是国民党上呢 还是民众党上呢 这个现在还不太敢说 都有机会 这是都有机会的 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判断呢 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个呢 这四年呢 民进党不太好做 为什么 是因为他本身没有拿到这个 他所谓这个 我们就把它当做意愿呀 立法委员会也好 都是差不多的 他呢 没有拿到多数 这样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本身的政策的贯彻 对吧 你比如说作为这个总统赖兴德 然后呢 副总统肖美琴 那他作为这种政策的贯彻呢 然后从立法层面上 他就很难往下推进下去 那肯定的来讲 他会有一个杯葛的一个状态 那国民党会杯葛你 这个肯定的 那如果要是说你不太可能能够把这个民众党 就是柯文哲这边的这八席给拉过来的话 那你就会每一回你都要拉他这个关键少数 对吧 那你怎么 你是不是能够推进下去 往下这些政策就很难讲了 而且呢 台湾民主这块呢 虽然是说确实做的不错 他包括他的这个唱票这些东西 对于甚至于给很多地方的这种选举 能够打一个样板的这种这么牛逼的东西 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党派属性还是过强 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如果你要是说党派属性没有那么强 对吧 你比如说 你像美国共和民主这两党 他互相之间的议员 虽然大部分的时候 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时候 他的党性也还是在的 咱比说还是党性还是在的 统一安排统一 这是咱胜上的话 这不重要啊 就是说统一安排的这些投票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很多有争议性的议题上 他们本身有可能跳出党派本身的 这种苛救 然后他就直接去投另外一员票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台湾这方面会差一些 还远没有说养成如此高的这种政治素质 所以在很多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 可能会出问题 民进党在这四年当中 他的执政的这种效率会低 至于说到底低到什么程度 不好说 这个要看赖清德总统和肖美琴副总统 他本身自己的政治能力 政治智慧 能不能够把关键少数给弄好 但是你即使把关键少数 就是民众党的这几票 你给他拿到手的话 你不说每次 你经常性能够把他的票拿到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你会把民众党给让他做大 就是说他在其中起的作用越关键 对吧 你跟他的合作越多 就越给他机会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 民进党本身他的执政会比较艰难 就是他想成就很多事情就会很难了 这么难的状态下 如果没有一个亮眼的政绩 那也是非常四年之后 你就很难说会不会老百姓还支持他 对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一个也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虽然说这一回所谓的政党轮替没有实现 其实我对政党轮替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执着 为什么呢 就干得好你就干嘛 然后只要四年一次的选举 他还在这个地方 你干不好我下回再给你弄下来 这可不是什么问题 政党轮替不应该成为某种政治执念 可是我在这边的这种体会 就是在民间的体会 对于政党轮替这件事情 虽然这回没有轮替成 但是很多人从潜意识当中是认可这件事情的 就是大家要把这个政党给让他不能够老让他在台上 那经过台湾这么多次的选举 李登辉啊 然后陈水扁啊 马英九啊 蔡英文啊 这个轮替啊 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习惯 政治生活的习惯 虽然这一回打破了 但是你让他再让他连续的再接任 从很多的台湾人的这个心态当中 他是不会太特别愿意的 就是中间这个阶层 就是哪怕觉得说 哎你姑 好像你民进党也还行 这次比如说再做了四年 也没无功无过吧 如果是无功无过的话 或者是说稍微有点小功 很有可能他们也会愿意投票 会让这个政党轮替再转起来 这种这种心态是很有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你明明是知道 有可能说他再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会愿意让这政党轮替 这种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 尤其是如果在四年之后 那在这四年当中 民进党的执政当中有一些这种 比如说丑闻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就会被无限的放大 而就会导向一个预设的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执政的时间过长 这个党他和这些人 他会变得越来越贪婪 越来越不把老百姓当成 当过一回事 那像这样的 把他的缺点无限的放大之后 那政党的再次轮替 就会变成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问题 至于说是不是跟中国大陆有关 说什么两岸关系之间 如果这四年再跟中国大陆的这边 关系闹得不好 受到更多威胁 这个实际上而言 在我这回的观察当中 很少有台湾的民众 说是把这个特别当成一回事 因为很多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 就是中国大陆到底是一个嘴炮呢 还是他能实际干点什么呢 其实大家心里自有衡量 这个东西虽然在竞选当中 被作为一个很重大的议题给提出来 但是这个只不过是重大议题之一 所以说你说他到底说如何如何 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这个事情 它就影响政党的轮替 或者是说他继续执政 这个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 而且咱们必须得说清楚一件事情 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 你要知道谁上台 谁上台 就是中国大陆不算 台湾这边领导人 谁上台 他都跟打仗没关系 就是说你真的要打仗的 只有一个人有决定权 就是咱们圣上 咱们圣上这个人 你拿不准他能干出点什么来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不走寻常路 他走的是山路 对吧 他扛着200斤不换肩 走的是山路 你不太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说 犯出一个脑花 脑炉内风暴 脑花翻一下 他就干出什么事来了 如果是说起来的话 真正的 即使是国民党 就是说你比如说台湾人说的 有很多很多很不喜欢国民党的人 对吧 说他国民党卖台 像他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国民党卖台 然后民众党柯文哲 他本身的太多暧昧 对吧 真正保护台湾的只有民进党 你再怎么样 你哪怕是国民党上台 你再跟那个 再像马英九说的似的 我相信相信大陆 我相信习近平 像这样的话说再多 如果他想打你的话 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内政问题 所以打你台湾 他绝对不会是因为你台湾有什么问题 你只要不直接说我现在独立 我换国号 我换国歌 我换国旗 我这把中华民国的法统扔到一边去 我重新从大国里开张 只要你不干这件事情了 那他就不可能跟你打 他就不可能去侵略你 就是说这个 只要你不干这个 那他就没有理由去 就过来来侵略你 但是中国内政的问题 一旦无法解决 而且明显看着 就滑向深渊 已经是这个趋势是完全无法避免 而且越来越快的时候 到一个临界点上 那那个时候谁知道 你就是马英九再翻回来 对吧 那跟咱圣上一对好哥们好CP 这个都不可能阻止习近平 也就是咱们圣上打你台湾 因为他必须要释放国内的这些政治压力 他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各种压力 因为只要是一开战的话 那整个社会就可以军管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是你只要是军管了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给他进行一种抗争 或者如何如何的 或者怎么样 反正就是他要把这个东西释放到你台湾上 但别说他释放不了 你跟谁打呢 周边这些国家 甭管是越南缅甸 这个跟越南打过 那你跟金三胖能打吗 对不对 你肯定不能打吧 你现在又抗美援朝一回 或者你打韩国 你打不了 打日本你打不了 在他看来 名正言顺的 能够释放国内压力的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印度 对吧 一个是印度 一个台湾 没有第三个地儿 别说日本韩国 那肯定不能打的 那他可能 因为他可以判断一下 说那你打日本 肯定日本是处于这个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而且那跨海那么长的距离 你不太可能打得了他 那你说去打韩国 这也没什么借口 对吧 你没法去打 除非南北韩现在敲起来 南北韩现在敲起来 我估摸着中国也不会再出兵了 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事情 他不会再出兵了 那像这样的这个状态 能打谁 他认为中国是内政 他而且他有一个判断 就是说美国会不会出兵 直接保护台湾 这件事情两可之间 未必说美国一定在他的 在咱圣上的这个心目当中 就是他做兵器推演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说 那美国不一定插手 美国如果不插手的话 那我这事就算办了 而且我能说服自己 为什么 而且说说服自己什么 说服自己这是内政 我统一 战争状态没有只能说大家两边没有签订任何的和平协定 我就再打又怎么样了 所以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这个不论是这几个党哪个党上台 战争的这个按钮 按下去的 按下去的主动性 不在你们手上 不在2350万台湾人手上 全世界这么多人 只在一个人手上 就是我们圣上 至于他什么时候脑花翻涌 什么时候抽风 这个你要看中国大陆本身的政治经济的压力的状况 如果到临界点 那甭管是谁 他都会打 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 所以说呢 就是在这些条件之下 在这个 在四年之后 我个人判断呢 应该民进党不会再继续的执政 这个是一个 这当然了 你可以反驳我吧 因为这个不像你昨天的那个预测一样 你昨天预测 我预测完 我预测完了 咱下午要不打我脸 要不打那些人的脸 对吧 这是一个很正常 那四年之后 这个我这个预判呢 还得要四年之后才能够 才能够看到是不是可以 但是还是还是先说一下 这个比较好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呃 台湾做什么 其实这四年 对中国大陆来讲 都不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只要不是我刚才说的 你整个抛弃中华民国的法统 修宪 然后改国号 改国歌 然后重新就是真正的成为一个政治 国家型的政治实体 从准政治实体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 那怎么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只要是只要是这个都都是都是一样的 那至于说这个叫什么 就是到底王后这个四年之后 我个人判断是谁会上来的 呃 为什么我觉得国民党上来的可能性呢 大概应该是占到六成 民众党上来的可能性呢 占到四成 不会有再有一个势力了 这四年 四年不太可能能发育起来 为什么会这么说 民 就是好多人说 你怎么又看好这个国民党啊 对吧 我去上一期节目 有很多人呢 就是在就骂我 为什么 是因为我说我把这个科粉 就是科文哲啊 先放一边 那个不重要 那好多人就说 为什么会这样 你怎么你怎么会 呃 会把科文哲这么看不起他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呃 好几个人在下边说 那科文哲 这个民众党 他一定是在那个第二位的 那国民党他第三位 结果事实你们也看到了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基本盘在这个地方 他这个基本盘 在四年之后 会不会进一步缩减 有可能 但是呢 也不全会缩减的 因为你四年不太可能 有一大拨人去 老人去世啊 或者怎么样 我也知道 国民党的那个基本盘 很多是就所谓老大党嘛 他这个岁数大的人比较多 那四年之后 他再怎么样 他不社会的整体的年龄结构 不会产生一个剧烈的变化 所以呢 他的基本盘还基本都在 对吧 那还会吸收其他的一些 从这个绿营啊 或者从白营里散溢出来的这些人 那他的可迎面的可能性 和他的这回动员能力 如果出来一个比猴子要好一些的人 就是就昨天 昨天实际上我去那 我去看了那个谁了 那个那个就什么 就叫 就侯友仪那 就侯友仪这个人吧 就是怎么说呢 这涉嫌人身攻击啊 这不好 这我批评说是这不好 望之不似人君 就他那个他那样 我一直从打一开始看他 就觉得这人赢不了 这人呢 我跟您这么讲吧 能不能赢带 这个能不能赢带面相 尤其是对比的这个面相 真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 有美国那个 美国那个选举 他曾经有过一个统计 一般的来说 就是大大部分的时候 两个候选人在那 在那同时竞选 那个长得高的 长得帅点的 容易那个 容易得 容易容易获胜 这获胜比例比较高 这个这个 这当然虽然这是这么一说啊 但是咱咱咱必须得先这么说清楚 这个就是这个是人家已经做过研究的 不是说这种都能赢 但是呢 赢面比较大 这仨人往那一摆 上半竞讲 这个就是侯友仪这人呢 他就 这就我还是那句话 望之不死人君 他就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总统相 我估计四年之后呢 他们会换人 那他们肯定会换人 然后呢 这个呃 我知道有一位叫叫什么呢 啊 一位女士好像还是 还是现在做的不错 然后呢 有可能呢 他会换他来上 这几年 但是问题就在于呢 他作为一个 这么长时间的反对党 对吧 呃 他没有一个实际的政绩 啊 他只能够在国会里发 呃 就是说那个立法委员会里 发挥一些作用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那可能还就是 还是会 说起来没那么硬气 那所以呢 他因为有基本盘 然后呢 再加上换人 换成一个 呃 怎么说呢 面向比较好一点的吧 这个可能比较迷信啊 这个这个 但是呢 我个人还是挺看重这个的 就是说 面向比较好一点的 更具备政治智慧的 更有这种呃 人格上 人格上的号召力的 好友谊那人 就是 我见着他就不喜欢他 我不信任这个人 他说白了 我真的 我看着他 我就不信任他 虽然长得个老农民人 但是看着我就不信任他 要换上一个面向更好一点的 可能还是影面比较大 你像柯文哲这一块啊 就就会 因为他等于是一个艺人党 他只有他一个人 他没 他其实他后边没有说排着有这种 给他往上推的这些人 他以一己之力 这我这方面我挺佩服他的 一己之力挑动了这么大一个局势 其实还是挺牛逼的 但是这种艺人党啊 真的会出问题 就跟有很多朋友说的 那个宋楚瑜 这当年宋楚瑜 大家也都知道 对吧 也挺牛逼的 然后转手 在刚开始的时候光芒万丈 然后过几年之后 销声匿迹就歇了 那你说这回柯文哲 他自己台北市 对吧 当了八年市长 那你看他台北市 惨成什么套用了 对不对 这个也是他的本身 艺人党的这种问题 那他取决于他个人的 这种魅力啊 以及他的这段时间不犯错 他 而且他还经常性的这种犯错 你要是这个口误遮拦 我就报口误遮拦的了 那他那个比我牛逼多了 那真是 那嘴上就没一把门了 经常性的是那个嘴 就我原来形容那个 一位老网友叫北京厨子 就是这嘴啊 老在脑子前面一公里 对 这脑子永远跟不上那嘴 那嘴就直接就跑出去了 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口子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说 在四年之后 他又拿不出政绩来 对吧 然后呢 他又不太可能说 特别大的扩充自己的基本盘 所以呢 他的可能性呢 其实倒小于 这个 这个 这个国民党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呢 我把它是四六分 就是 这个白和这个蓝 这个是 白占四成 就是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白占四成的影面 然后呢 这个 如果 如果政党轮替啊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 白占四成的影面 那个蓝的占六成的影面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个人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判断吧 那 说起来的话呢 这个 说起来的话呢 这回这蓝白和这件事 好多人就 这一件事 刚才说到蓝白和这事 就多说一句啊 呃 这回呢 蓝和白加起来呢 获得了800多万的 这个 呃 是 是差不多800多万选票吧 呃 差不多 好像是 好像是200多 呃 加起来700 700 800 800 差不多700多万选票 那像这样的 这个 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 超过了 这个 呃 国民党 民进党所达到的选票 那而且呢 快几乎快 几乎快赶上了 这个当年蔡英文总统 呃 选举的时候 拿那个台湾的一个最高票 好像是870 870多万 呃 就是 很多人就是说 这回流失的这些票呢 基本都跑到了这个呃 柯文哲这边来了 怎么说呢 他们就是说起来蓝白和呀 就是 如果这两个真的做成蓝白和了 那应该能拿下选举 这个事情我其实 完全不能同意 我真的 我完全不能同意 为什么啊 就是 为什么说这个 柯文哲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的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并不喜欢民进党 甚至更不喜欢国民党 你真蓝白和了 这个大量的票就会流失掉 不是 蓝白和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主意 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问题 是一加一小于二的问题 所以那些大量的票可能会流失 可能会人家就不去不去投了 对吧 我不给民进党投票 但是我也不会给你们投票 这个是这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情 你不要想着说他能够说 把这个这两个票数你就简单相加 他就能够赢过 这回赢过民进党很有可能 因为历史无法假设 对吧 我可以预测假设是没啥意义的 但是假设一下是这样的 即使没意义 咱假设一下 即使蓝白和加在一起 他们那会蓝白和能联合在一块的话 没成为一个笑话的话 大概率的来讲还得是民进党用 真的 很多的老百姓是不喜欢民进党 这个没毛病 民进党你得票只有40% 你跟咱剩上的百分之百的得票率 那能比吗 2952 那百分之百的得票率 你能比吗 你比不了吧 人家也说了 不代表 你们不代表台湾的民进党 不代表台湾的普遍名义 对不对 这个很正常 然后有很多人并不喜欢民进党 不愿意投投票 但是更多的人也不喜欢国民党 你能不能 你柯文哲能不能把你自己的这些票 带到这个 带到这里边来 是吧 那让民进党能够能够 不是让国民党能够上台 因为肯定国民党不太可能能够说 这个让你做老大 然后让我当老二给你扶住 这肯定不可能的 所以当时我当时看蓝白和这新闻 我就直接就说 我说他妈的这个 这个问题不在 不在他们俩和完以后会怎么样 是他们根本就合不了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 能不能不拆伙 他就怪了呢 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一加一小于二 你不一定 还真是不一定能赢得了民进党 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去假设说这其他政治势力能够拧成一股绳 说这回挑战这个挑战这个民进党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想了 而且后四年 后四这黄下这四年 这个国民党跟那个柯文哲这边 这个蓝白之间也不太可能达成一些非常好的合作 为什么 是因为国民党的属性跟那个民 跟那个民众党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民众党用跟那个国民党走的太近的话 哪怕他两个都是在野党啊 走的太近的话 他会大量的流失他的选票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瞎说几句 谢谢 感谢观看